哈囉大家好,我是德華 今天我要為各位介紹的菜呢是 紅燒肉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這個紅燒肉呢 跟之前我們所介紹的紅燒赤肉比較不一樣 紅燒赤肉其實你只要 把它煮熟醬油糖的到味大概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今天用的這個是代皮的五花肉 所以我們今天要經過一些處理 那再來紅燒 我們今天準備的佐料有蒜頭、薑 還有這個是大蒜 那因為最近的蔥比較貴 我剛好看到便宜的大蒜 所以我今天就用大蒜來代替蔥的味道 那其實蔥、薑、蒜、大蒜這種都是做紅燒啦 做滷肉啦、基本的一些佐料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做法 來首先我們先準備一個薑喔 切一點薑片 我們切一點薑片 好我們大概切這樣的薑片 那我們要把豬肉放到水裡面去汆燙去形 好接下來我們準備一點水 然後我們把這個洗好的五花肉 然後冷水喔我們冷水下去 再來我們放一些薑片 然後一點酒 接下來我們就先開火 那這一步的步驟呢是先去除 豬肉的腥味 蓋上蓋子 我們大概要煮個2到30分鐘 好那接著我們就準備佐料的部分 這是待會要紅燒的佐料 我們還是需要薑 切薑片 好薑片 然後我們準備幾個蒜頭 稍微拍一下 那接下來是大蒜 這個洗淨了之後 我們大概就是切個大段就可以了 那我們還要準備幾個八角洗乾淨 好接下來就是我們先炒個糖色 那首先我們要先來炒個糖色 炒糖色的話是做菜的時候常常會用到的一種方法 乳啦 紅燒啦 都常常需要炒糖色 那詳細炒糖色的方式 還有炒糖色糖材的變化 我們會在另外一個影片為大家示範說明 那我們炒好糖色之後呢 就把它先倒出來備用 好那現在我們大概煮了20分鐘了 我們可以把這個拿出來 把它給夾起來 好這樣子我們這個豬肉就去腥完成了 那我們紅燒肉的話 你可以大概看一下大小 然後我今天大概就是抓這樣子的大小 好那處理好了之後我們就準備開始紅燒喔 好那我們把鍋子燒熱之後先放一些油 那把我們剛剛的油料給放下去 好 稍微煸炒一下 讓它有的香味出來 讓它有的香味出來 不需要炒太久 接下來 放入我們的肉 也是稍微煸炒一下 也是稍微煸炒一下 好再來我們就加入醬油 然後是我們剛剛炒的糖色 然後是我們剛剛炒的糖色 鹽 鹽 胡椒 米酒 那我們加一點黃酒 紹興酒啊 或者是花雕都可以 好 最後我們加入 三大碗的水 水的量 可以自己斟酌一下 我們只要能夠沒過 這個肉就可以了 如果喜歡吃辣的朋友 也可以放一點的辣椒在裡面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要讓它繼續 燒製 這個至少要燒40到50分鐘 好那我們蓋上鍋蓋 待會再來看成果 好那我們現在大概煮了 有50分鐘左右的時間了 我們來開蓋看看裡面的樣子 OK那這個是 目前紅燒肉的樣子 它呈現的顏色是非常好看 所以炒糖色是非常重要 我們燉的時間 大家可能要靠經驗自己抓一下 那用中小火 全程用中小火 就可以了 大概比中火再小一點 好那我們就準備 出鍋 好那我們就用原來的 醬汁呢 勾點芡 再用原來的醬汁 淋在這個肉上面 好接下來我們再裝飾一下 好接下來我們再裝飾一下 紅燒肉 就完成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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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